我未試過這樣讀 在讀和講之間的感覺挺有趣 但我以前一直講故事 我很習慣自己講故事的方式 今次是因為有少少不同的想讀 好像特別聽到自己讀書的聲音 就比較自覺一點 發覺自己讀書的聲音也挺好聽 以後會試多一點 因為就這樣讀書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可以吸引